本章分享的是推定租约跟法定地上权的差异 当你在异动索引中的屋主跟地主 曾经在过去的时候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如果这一个房子 也就是说虽然地主跟土地的部分跟房子建物 是处于同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可是屋主的部分针对房子的部分给法院拍卖 那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拥有房屋的人对土地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法定地上权 它是适用民法876跟838之1的条款的处理方式 那如果说今天地主 今天在这种曾经是屋主跟土地同一个人的情况之下 地主把他自己的房子卖掉 那请各位注意这都是有权状的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称为所谓的推定租约 是适用民法425 那万一有一天 这个地主又没有钱了 对不对 房子已经卖掉了 然后干脆又把土地卖掉 刚好这个土地卖给你的话 那不管他是说是因为可能欠阳钱给银行法拍 或者说他地主自愿卖 不管他是为了脱产或什么样的理由 卖给你 那你就倒大霉了 为什么 因为屋主跟你之间就会有新的关系产生 而这关系的部分的时候 屋主只要付给你地主就好 那地主偏低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也可以说我们单纯就土地的价格的部分 有所谓的市价 有所谓的公告市价 有所谓的公告限制 有所谓的申报低价 那这个地主的部分的话 理论上是按照申报低价的 的数字去作为一个基数 那他的比率又不可以超过10 那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地主是非常低的 那因为他是有权占有的情况之下 你基本上你动不了他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买到这个土地 你又没有办法利用 只能收地主 那你就倒大霉了 这个是本章有关推定租约 跟法定地上权的分享 谢谢各位